第0923章 净化镜头太恐怖 阴间宇宙边缘 船上的几人不再饮茶 神色凝重 得到反馈后 他们确信大渊中有巨大问题 非常可怕 根据辐射值计算 他的生命周期处在衰败末段 即将彻底死去 又一个倒在终极净化体路上的恐怖存在 这种话语 无论在哪里都惊世骇俗 因为谈论的是 世人根本接触不到的层面 体积是古老无比可怕的存在 事实上 这几人虽然是真传弟子 在各自的道统地位不俗 但是也还远接触不到这个层面的东西 正如元臣 七侠等人一样 这几人在进入阴间前 被教中的民宿而提面命 灌输各种可怕的秘密 以及经验 为的就是让他们探出 阴间宇宙这边的古怪 因为 在过去有天尊亲自过来 都莫名消失 很难想象 在这种残缺的小宇宙中 居然有这种古老的存在 敢走上终极进化体制路 可惜啊 到头来还是倒下 只是不知道 它最后变成了什么 在阳间有一种理论 当前人的路部 足以为凭证时 自己向终极进化体迈进时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然 按照阳间天地利 530万2978年 公布出来的记载 大禹极进化体 应该还有一段路 可走才对 只是没有几人 能接触到那几条路 天尊级的能量 绝对不能在这片阴间 虚空易散 不然会被大渊中的 存在强行吸收 它蜕变成的东西 哪怕处于衰败末期 也非常可怕 越强大的生灵 面对它死得越快 船上几人谨慎讨论 都神色正重 不敢轻举妄动 宇宙 各地已经沸腾 人们通过直播 已经了解到 四张天尊法指飞走 不受控制 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牵引而去 黑血平台 元寿平台 上一次捕捉楚风 与各族圣人激战时的画面 曾在大渊附近 不下一些天眼 至今还未撤走 因此 两大平台第一时间发现 四张法指焚烧着 落入大渊 就这么被吞噬 一时间 各地震撼 阴间还有这样的可怕实力 能硬抗天尊纪存在的能量 不过 若论喧哗与瞩目 此时地球外太空更胜一筹 虽然参与者的进化级别 没有天尊那么高 但是却更加牵动人的心神 恨的人大恨 担忧的人则深忧 关切这里正在发生的事 宇宙各地无数进化者 将目光投向这里 真正的举世瞩目 元臣 七侠等人 寒毛倒数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无法理解 天尊法指居然会飞走 让他们头大如斗 在他们心中 天尊就是苍穹 高高在上 是不可超越的上苍 结果四大天尊和在一起的法指 都被收走 太突然 也太可怕 他们惊悚 这个时候 如果地球那三位映照 及强者回来一尊 足以杀死他们全部 一个也跑不掉 他们寒毛倒数 从头梁到脚 在阴间宇宙要翻船 他们眼中的乱葬岗 居然这么可不 他们脊椎骨都冰寒 不过很快就醒悟 并不是 在因为心中发毛使然 而是真正的凶险逼尽所致 是那灰雾 化成一头又一头野兽与恶情 有的为太古凶虎 有的为史前九头鸟 有的为黑暗烈士者 哄 他们都寄出兵器 包括他们降服的那群不重 也都在出手 但是没有用 都在瞬间被纠缠上 也有人较为华六 第一时间就顿走 想要逃离这里 看出苗头不对 可惜 这些灰雾化成的生灵更快 简直超越闪电 嗖嗖追上全部人马 如同野兽般嘶吼着扑了上去 你们赶紧进入地球 楚风低语 让飞雨星的老族长 千家等人快走 不要待在此地 这里已经失控 哪怕楚风手中有先天葫芦 也无法确保 可以挡住这浓郁的 灰雾化成的恐怖异形 好 我们走 这些人都然老成精 知道帮不上忙 没有跟楚风客气 一起俯冲向地球 这是什么东西 一些人圣级净化者惊恐大鹤 他们心胆皆寒 被纠缠上后 血肉立刻干瘤 自身居然在煞时间 发出腐臭的味道 在最短的时间衰弱下来 泰伍天尊的后辈弟子元臣 英俊的脸上不再淡漠 而是写满金句 他觉得自己要化成腐烂的尸体了 气味难闻 啊 不 乱雨天尊的后辈女弟子七侠 更是在惊慌大叫 他那光洁如玉的面孔开始枯败 肌肤更是干瘪 尸臭弥漫 让他惨叫不止 居然是 诡异物质 六道邪尊所在位面的不祥挥舞 楚风心中一动 异域当年的始祖 曾掌握有六道时光束 借此晚年 不会引来诡异物质纠缠 此人应该就是 阳间人口中的六道邪尊 不过 六道邪尊在很早以前 就被阳间的大能击毙了 啊 一群圣级进化者也在大叫 痛苦难忍 不管是远古圣者 还是禁古成圣的人 都一个样子 面容枯狗 腐烂气味浓重 有人冲着楚风飞来 一脸猙獰之色 要拉上他一起上路 其中 西陵族的几位圣人 师族的远古圣者 天神族的强者 最是不甘心 对楚风满脸的怨毒之色 快速杀来 他们自认为很快 但是比起平日太慢了 一身的精气神 早已被纠缠在他们身上的受体 吸掉九成以上 楚风不为所动 站在原地 一手持青皮葫芦 一手持紫金竹 没用动用天道伞 怕将此气污染 在他看来 有青皮葫芦与紫金竹在手就足够 碰 紫金竹化成的大棍 被楚风轮动起来 将西陵族的那位 最先扑过来的圣人 打得扑得一声四分五裂 黑色无血四剑 啊 诸位道友 是他害了我们 一起上啊 涂掉他 哪怕是死 也要拉上他一起上路 不然你我甘心吗 西陵族另一位圣人呼喊 号召其他圣人一起动手 都过来击杀楚风 你的确会不甘心 因为我会灭了你们西陵整个族区 斩尽杀绝 一个都不留 楚风冷悠悠地说道 碰 紫金竹砸落 这位圣人虽然在对抗 但是如今的实力实不存一 衰弱到境界都跌落下去 哪里是对手 当场天陵盖就被砸碎 死于非命 你 西陵族剩下的圣人惊怒 要被灭卓 他们内心充满恐惧 原本以为从混沌宇宙 劫后余生地回来 哪怕失去自由 成为别人的奴仆 但是毕竟活了下来 能够庇护自己的族群 怎能料到 转眼间一切成空 连阳间的人都败了 奈何不了这个魔头 都说我是魔头 我会清灵等所在的族群 天神族 西陵 师族等 都没有必要存在了 楚风的话语冷冰冰 天神族 师族的圣者文言 脸色也发白 原本形体枯搞 彻底衰败 现在更是不成样子 杀 先毁了地球 一群人转身 想避开楚风 向地球俯冲 斩 楚风轻斥 轻轻一拍青皮葫芦 他通体的裂痕发光 凝聚出非常可怕的闪电之力 然后聚向葫芦嘴那里 扑的一声飞出去 成片可怕的光束 扑扑扑 天神族 师族 西陵族的圣人 一个接一个地爆开 连血都没有 都被光束烘成粉末 只留下大片灰色物质 当初 在抑郁时 黄毛老狐狸帮他炼制过一番 将这不成熟的葫芦 温养出残缺的 先天雷霆法则 不出所料 有些诡异物质化成的 兽体凝啸 也开始向楚风扑杀 兽 楚风喝道 先天葫芦长在混沌海中 曾被混沌雷霆滋养 太强悍了 将诡异物质生生收进去 周围的圣人傻眼 如坠冰窖 接着一些人痛苦地哀嚎着 实在忍受不了 诡异物质的侵蚀 前方 迎州的人站立 最为恐惧 他们再次背叛 结果发现 楚风大魔头 简直无所不能 连阳间的人都挑翻 让他们差点吓死 事实上 还没有等楚风动手 这些人就坚持不住 在最为痛苦的煎熬中 被灰色物质化成腐尸 魂光全部被溶解 永世不得超生 啊 楚风你不能这样 我来自亚仙族 快救救我吧 楚风贤侄 我来自天马星域 与你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啊 一些人圣者大叫 然而 楚风却心冷如铁 不为所动 根本就没有理会 这群人既然追随阳间人 一起来地球要对付他 就要有所觉悟 杀 一些圣者最后的疯狂 即将死去 便向着地球冲去 想要给楚风添堵 要闯进下方的星辰 这是徒劳的 他们都衰败得不成样子 实力锐减 楚风刹那追上 紫金竹横扫 一棍一个都给打杀 同时 他手中青皮葫芦再次发威 喷射光束 伴着诡异物质 将一些圣者扫落 化成积粉 宇宙各地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一幕 被惊得目瞪口呆 在这种必死的局面中 楚风又一次出乎所料地活了下来 还在击杀对手 地球上 彭来 方丈岛的人都在暗自擦冷汗 都在庆幸 自身定力十足 没有跳出去 这步棋太对了 盈州岛的人 现在举足面如土色 宇宙深处 亚仙族的 三位远古圣人 一发毛 地球外太空 元臣将自己的皮肤都抓烂了 实在痛苦难当 无法忍受 体内流出的是 黑色血液 恶丑难闻 楚风 你要被天诛 天地不容 竟敢动用这种物质 天尊共杀制 他嘶吼着 恐惧无边 现在除非立刻赶回阳间 请天尊迅速出手解救 不然的话 没有任何活路 啊 他哀嚎着 在虚空中翻滚 楚风走了过去 附近一些圣人 在迅速死去 化成腐烂尸体 但他不为所动 只冲着阳间的这些人而来 碰 楚风亲自动手 轮动紫金竹 将元臣的下半截躯体打磨 黑血与黑雾一散 元臣痛苦长嚎 伸出手想杀楚风 但是却虚弱无力 都到这一步了 他形神将灭 哪里还有什么力量 阳间的人 也不过如此啊 楚风轻描淡写 又给了他一棍 将他胸腹以下打得消失 然后就不理会了 让他在煎熬中逐渐消亡 给我一个痛快 元臣在后面大吼 但是楚风不再搭理他 楚风来到七霞境前 紫金竹轻轻一点 他的右膝盖就消失了 化成一团黑色血物 与灰色物质 你太丑陋了 楚风俯视 转身就走 啊 你谁说丑陋 我是七霞仙子 不 我的脚 我的腿 我的脸 七霞间叫着 痛苦地叫着 他的身体 像是苍老了数千年 来自阳间的人 都在此地挣扎 非常凄厉 从来没有想到过 会有这样的一刻 他们早先 俯视这片乱葬岗 并不看在眼中 认为和阳间的生灵 没有可比性 结果却在这里被杀制 这里鬼哭神嚎 一群人十分惨烈 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根本无法抗争 死状太难看 魂光被溶解 尸体腐烂 楚风抬头 不想看他们 手持轻皮葫芦 开始收死者以及挥物 同时他的眼眸望向地球 银洲岛方向 又看向宇宙深处 阴间宇宙边缘 漂浮着一艘珠红色大船 茶几上 香气弥漫 缭绕出五色阴云彩雾 这是一种神茶 产于原始天尊 座官地附近的 几座玉石山峰上 算是最细真的特产 属于神茶 但是 船上的几人无心饮茶 神思不宁 试验一下神机能量 看是否也有影响 一人开口 并取出一张法纸 是杨健一位神级强者 亲笔书写 此时映照出 血木地繁傲纹路 虚空都在颤动 最终 这张法只被祭出 结果轰的一声也被吸走 没入大渊 几人皱眉 难怪残缺的阴间宇宙 没有神级净化者 原因在此 连这个极数的能量 也会被吞噬 他们确定 那个存在 已经步入衰败最后期 可半死之身 还是这么可怕 它到底蜕变成了什么 净化路的镜头太恐怖 第0924章 楚魔饶过谁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 楚魔饶过谁 飞羽族的老族长 一边唱着 一边匆匆地球 飞上外太空 白花花的头颅摇晃着 看着远处一片 腐臭的圣者尸体 此时 太武天尊的后世弟子 元臣还未死 还在虚弱的哀嚎 看到他后 黯淡的眼睛 顿时又怒睁起来 他大恨 这种话语太嘲讽 让他这个阳间大教弟子 情何以堪 你还没死啊 飞羽族的老族长 头发花白 看着元臣 道 再容老头子说两句 卧槽你大爷的太武天尊 看到没有 你这群不孝后辈弟子 飞羊跋扈时比突尾巴狗还横 可衰弱后跟死狗一样 很像你吧 这老头子真性情 早先被砍头前 就大骂过太武天尊 现在又跑上来了 指着人鼻子骂 哇 大天狗还没死呢 浑身金色皮毛都脱落 身体光秃秃 且干瘪下去 没有一根狗毛在身上 还真有一只突尾巴狗 戳到你太武天族 一脉的痛脚了 一群狗东西 活该 飞羽星的这位老爷子 骂得痛快 你 元臣原本还没咽气呢 尽管魂光正在溶解 但他生命力很顽强 渴望奇迹出现 可是现在听到这种话语 他被气得魂光迅速暗淡 双目泛出死灰色 要被活活气死了 哇 大天狗也不甘心 双目凶狠 但是却没什么光彩 只是在恶狠狠地发出 最后的地丝 这一人一狗吐出最后两口黑血后 彻底毙命 魂光消融 被活活气死 我不想死啊 还我的美丽 我要青春年华 乱与天尊的后辈弟子 七侠发出最为虚弱的声音 他颤颤巍巍 失去一条腿 白发从苍苍 皮包骨头 满脸都是很深的褶子 眼窝深陷 在那里艰难地掏出一个铜镜 这次无论是楚风 还是飞羽星的老爷子 都没说什么 此地就剩下七侠自己 其他杨奸人都死干净了 最后的力气发出一声比刚才大很多的声音 尖锐刺耳 他看到自己的样子后 一脸的金巨之色 无比的惶恐 最后死在这种状态中 楚风提醒那位老爷子靠后一点 这里可不太平 灰色物质弥漫 相当的危险 事实上 这位飞羽星的老族长 只是不愤 气不过而已 喂出一口恶气 一番稀落后 迅速跑路 又冲向地球 当楚风将所有尸体与灰物 收进青皮葫芦时 听到一声阴森森的冷笑 在那葫芦中发出 他严重怀疑 这灰色物质通灵 而且早就盯上他 现在没有猛烈反扑他 好像是想借他之手 行走于各地 So 楚风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些 收完战利品 一闪身便消失 出现在地球上 现在宇宙各地 如同采掘出地心岩浆 热浪滔天 各族沸腾 一片嘈杂声 将杨坚人都给干掉了 楚风这是要上天吗 许多族群只能感叹 这个年轻的进化者 实在可谓屡创奇迹 哪怕是对头 也都默认他大势已成 如果杨坚没有人来铲除他 以后真没有人能收他了 同时 也有人大喊痛快 早先杨坚的那些人 趾高气昂 不将阴间宇宙的进化者当人看 视作阴灵 比作猪狗 那种姿态 实在让人倍感愤慨与羞辱 杀得好啊 楚风 老头子我支持你 杀得酣畅淋漓 杨坚这群孙子再来的话 老夫就是不敌也去帮你 杀得他们滚回杨坚 楚风 从此以后我不喊你魔头 楚神王在上 你打杀杨坚那么多人 获得的圣计不算少 随便赏给我两件吧 星空中 无数人热议 近日 十几个古老的强族被灭 被夺走呼吸法 气氛非常压抑 现在明显轻松不少 有人隔着星空对楚风开玩笑 不过地球上某一地 那种氛围 却几乎要让人窒息 东海 朗涛几天 楚风凌空而来 只身杀向盈州岛 钱家 飞羽星的老族长等人在后面大喊 要过来帮忙 但是他们的速度 怎急楚风 被甩眉引了 盈州 整座岛屿不算小 以前处在折叠空间中 现在跟地球主空间交融 显化在世间 岛上青山绿水 景色优美 更有茫茫雪山高耸露云 好大冰川 寒冷刺骨 楚风来了 一路横扫 势如破竹 直接凿穿进盈州岛腹地 降临在中心山脉 雪花飞舞 微微大山苍茫 灵气征腾 一群人等在这里 不断叩首 祈求原谅 盈州岛屿的高层吓坏了 怎能料到 楚风最后竟能胜出 扑 楚风一棍扫了过去 数百强者化成血物 什么都没有剩下 在紫金竹的轻轻一击下 行神俱灭 楚风 你要斩尽杀绝吗 山腹裂开 有几个老头子 带着大批人冲了出来 带着巨蚁 还有不甘心 狼子野心 上古诗地球上的头领 带你们的祖上如兄弟 给予后赐 各种秘法随意修行 结果 你们就这样对待 他们的后裔 想要掉过头来杀枝 楚风一棍扫了过去 对面有人嘶吼 居然有一位亚圣 这是最高端的战力 是从上古活下来的 虽然老的都要死掉了 成王拜扣 我们只是想活得更好一些 反正你要死了 靠拢西林族 靠拢杨坚人 有什么错 只是选择的时机不够好而已 谁知道 你这个该死的人命这么硬 你怎么不去死 真是我们的不幸 那个老家伙面皮抽动 轰出一剑圣器 向着楚风杀来 明知不敌也动手 因为楚风不可能给他活路 野心太重 死不悔改 楚风懒得多说 一巴掌拍了过去 将这个老家伙抽飞 在半空中脸堂变形 满嘴牙齿和着血飞落 而后身体又寸寸断裂 轰的一声在半空炸开 压胜血飞剑 楚风用紫竹 直接挑飞六座大山 将躲在里面的 银洲核心成员都给揪出来 没有任何犹豫 全部打杀 这时 飞羽 百川 奇云 南离四星的老族长 以及千家和千业都赶到了 足有四位亚圣 镇压银洲岛很容易 楚风没有继续下去 交给了他们 对于这里的孩子 他下不去手 告诉这些人 尽管放手去做 去搜魂 若有无辜者可以放开 但有恶念者 心中想报复的 管他是孩子还是老弱 一缕杀无赦 然后他就走了 进入外太空 联系通天虫动公司 要一日间打遍半个宇宙 去灭西林族等 兄弟 你吓死我们了 一个人面个杨坚人 好惊险 但也好痛快 大黑牛喊道 他们赶来了 欧阳峰背着黑龟壳 优雅地迈着天鹅布 道 我说 楚魔你动作也太快了吧 我们紧赶慢赶 等到地头后 你都收场了 看来杨坚这群人都是水货 欧阳大爷还没发威呢 他们就死翘翘了 而啊 杨坚这群孙子真不咋电 老驴我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世家 可今天也准备跟他们过招呢 结果都死了 真不尽啥 老驴也叫道 一群人到来 关切心意一览无余 他们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不提情落因 怕楚风伤感 楚风道 上次太仁慈 现在我们一起去清算干净 时间不长 他们就从虫洞出来 第一站就来到西林族所在的星球 楚风望着下方的星土 目光悠悠 对于这个族群 他真是没有一点好感 上古做的是太恶心 卑劣于歹毒到极点 可惜 被诡异物质群杀的圣人中 没有上古天下地久卫衡 楚风遗憾 在地球外太空陨落的圣者中 没有此人 当初卫衡心狠手辣 将明书的头颅割下来 腌制在罐子中 太阴毒了 须知明书可是他的启蒙老师 一点都不念恩情 楚风不知道 卫衡是否死在混沌宇宙 未见其宗 不过 谁都得承认 卫衡的天纵之姿 黄金一带中的天下地久 极其可怕 嗖的一声 楚风深入西灵星 去了解情况 他想知道 该族最后的退路在哪里 最后他回归外太空 看了一眼下方的星球 对妖祖之顶道 这次 让你吃个饱 能量非常充沛 他跟妖祖之顶商量好 猛然一致 大顶发光 轰的一声撞进西灵星 砰 这一日 一朵烟花绽放 在星空中格外绚烂 西灵星面 显然该族有些人 早先就下到胆寒 已经提前逃走 楚风不以为意 他知道该族还有一颗星球 是所谓的第二家乡 上一次就有几步人马逃过去了 这次也有人过去 他已经有眉目 大致知道在哪里 不久后 楚风驾临天神星 没有任何犹豫 灌顶而入 轰的一声 将那颗巨大的星辰打穿 光雨炸开 天神祖星面 星空炸锅 各族震撼 楚风真的下杀手了 大开杀戒 片刻后 楚风来到星空另一端 降临师祖所在星土 依旧动用妖族之顶 直接轰击之 碰 又一朵刺目的光团腾起 照亮这边星空 极其耀眼 他马不停蹄 纵横星域中 冷酷无情的出击 没有半点的犹豫 清洗西陵 天神 失足等 到后来 某一偏僻的宇宙角落 有一颗星球瓦解 轰的一声 光束爆发 刺目的能量浪涛 冲向四面八荒 西陵族所谓的第二家乡面 各族得西 皆胆寒 亚仙族文之 有远古圣人在圣殿中 惊慌失手摔落茶杯 茶字沾身而不知 灰色纪元元年 楚风纵横阴间宇宙 一日间震杀数族 举世震惊 各族站立 第0925章 阳间天尊可求之物 咻 一枚金币被高高地抛起 带着细微的颤音 在空中翻转 穿过丝丝缕缕的混沌物 而后向下坠落 正面与反面 分别代表生与死 这是在混沌区域的边缘 珠红色的大船上 几人很平静 抛出一枚金币 以正反面来决定 阴间宇宙一些人 以及道统的生死存亡 元臣 七霞等人被杀 确实出乎他们的预料 但却也不以为意 死去几人很正常 算不得什么 但是 他们要表达出自身的态度 So 白影一闪 船上多了一人 伸手接住下坠的金币 从容而优雅 这是一个年轻男子 身穿素白战袍 谈不上英俊 但很有气质 风采自信过人 他开口微笑 道 生死尽在掌中 同时 混沌中露出一艘庞大的船影 又有人过来 属于阳间的大船 在这阴间 散发着滚滚热浪 黑漆漆的大船上人不多 但都很特殊 一只老天狗十分衰老 如人一般盘膝而坐 静静地饮茶 一只老乌鸦站在船弦上 星红的眼睛流动妖斜的光芒 也很老漫 羽毛都快落光了 还有一只黄鼠狼 更为苍老 瘦毛略微泛白 勾搂着身子 盘坐在那里 盯着桌面上的硅甲 正在研究挂象 珠红色大船上的几人起身 迎接这三位老者 因为他们都很有来头 实力强劲 老天狗来自太武天尊那一脉 虽然唯一老仆 但却可对决混沌宇宙的神级强者 道横高深莫测 他还不是真正的神 不过修炼岁月过于久远 一身道横高深的骇人 再加上阳间重气辅助 以半神之体 可纵横这片天地中 老乌鸦亦如此 实力跟他相仿 有这两位高手坐镇 他们行事无忧 只有那只黄鼠狼较为特殊 皮毛都光秃了 虽然年迈 但是并未因净化岁月久远 而实力高深莫测 他勉强不如应召集 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轻视 甚至连老天狗与老乌鸦 都对很恭敬 负责保护他 见过黄神士 珠红色大船上的年轻身影都起身 没人敢放肆 因为 在阳间时 阁教长老叮嘱过 这是一位高人 是魂一天尊的第五弟子 亲自出世 去找来的人 而且 乱语 太武 两位天尊的后人 也去请过这个老黄鼠狼 扑 老黄鼠狼可雪 丢下茶几上的龟甲 闭上眼睛 靠在藤椅上 胸膛剧烈起伏 他轻轻一叹 道 老了 精力不济 这才占卜一挂而已 就耗取不少心神 在场的人都露出敬意 内心大受震动 他们很佩服 因为知道这个老黄鼠狼 在推演什么器物 关乎甚大 让天尊都渴求的东西 让阳间大能都惦记的古老器物 有几人敢瞻惹 在占卜这个领域内 最怕泄露天机 触动禁忌 动辄就会丢大性命 那等器物 其他占卜师 谁敢推演 会要命的 我觉得 传言非虚 有些东西 的确在这片宇宙中 老黄鼠狼靠在那里平静地说道 众人震动 吃惊的同时 又无比的欣喜 暗叹 这位黄神师 果然厉害非凡 连那种东西都可推演 居然真的在这片宇宙中 让他们的心头 顿时火热起来 太艰难 我只是感觉到 但却无法确定坐标 甚至一时间 连大致方位都找不出来 老黄鼠狼轻叹 两道长长的黄白眉毛微战 其中的醉骨器物 不是高耸入云 红大无边吗 目标应该很大才对 到时候 我们用通天镜照耀 说不定能直接找到 一人开口 刚才老黄鼠狼确定 这件器物应该在阴间 其他人点头 相传那件器物 巍峨磅礴 气吞巴荒 当年 一位究极人物 就是因为他而迅速崛起的 这是真的吗 一人小声咕弄 说起那件最古老的传说之物 老黄鼠狼点头 说出一些隐秘 毕竟这些后辈弟子 接触不到这个层面 嗯 当年有人看到他 是一面巨大的墙壁 横跟天地间 抬头仰望 墙壁上满是痕迹 都是一些终极地视图 后来描摹出一些 给阳间最强大的场域研究者看 让其感觉害怕 那些地势蕴含 究极之傲 深不可测 最为关键的是 那个发现巨大墙壁的人 在墙上 还看到一些发光的符号 蕴含深意 可惜了 那位古老的存在 借此崛起 向着究极体进化 最终还是倒在路上 不知道进化成了什么 算一算他的衰败末端时间 应该死去了 哪怕如此 那位倒下的半究极体 泄露出来的消息 还是让人眼红 寄予此墙 若是一粒也就罢了 后来又有人看到 那面巨大的墙壁 也开始向着终极体进化 守着那面墙很多年 可惜他也倒在金花路上 后来 阳间一场变故出现 巨蚊大面墙 被打进混沌海 进入阴间宇宙 最为诡异的是 每一个人站在那面墙前 都无法亏到他的全貌 只能一寸一寸地去摸索 老黄鼠狼这般说道 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大如虚迷的一道墙 这件器物只是最古老 没有人知道 它起源于什么时代 而另外几件 或许更珍贵吧 有人问道 老黄鼠狼点头 道 是 虽然它可以让人崛起 走向半中极进化体 但却也算不上独步天下 毕竟我们阳间排名前几的呼吸法 只要按部就班地修行 同样能做到 其他人点头 说起质宝 阳间排名靠前的几个超然族群 各自的镇教质宝 同样可以威慑诸天 镇压阳间 比之那面墙只强不弱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族群中的质宝从来没有丢失过 始终被那几族掌握 运转起来如必食指 传闻 都是从混沌中培养出来的无上之物 远超混沌海中成熟的先天葫芦等 失散的几件器物都在这片宇宙 连老天狗都挽着身子 恭敬地向黄神师请教 有一两件在 有模糊的感觉 老黄鼠狼做出回应 并且 他大致讲述了一下根由 在那非常古老的时代 羊间发生过大动乱 一些消逝无数个时代的大能 不知道为何突然出现并爆发大战 此外 有些禁地也因此不稳 除雀飞出一些符纸外 还有其他东西出事 甚至有活物走出来 引发不好的后果 羊间大能激战 血流成河 那一战波及诸天 羊间有几位大人物垂死 带走瑰宝 各自去选择藏地 有人便因此进入阴间宇宙 这就是有的天尊猜测 羊间至宝 可能遗落阴间的根据 那个时代太辉煌了 也太可怕了 老黄鼠狼在感慨 一意之下 诸神哭嚎 他又摇了摇头 羊间的至宝 只有一两件在这里 还有其他 失落在未知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 在这之前 我们还是处理一下 阴间一些较为暗眼的阴灵吧 老乌鸦开口 他是乱与天尊一脉的老仆 他已经接到消息 郊中的七侠等弟子死去 他觉得有必要清洗一番 羊间天尊的后辈弟子 怎能容忍阴灵击杀 是 极为师弟的天资 虽然算不得惊艳 但入得我叫门墙 终究是不可辱 那白衣青年点头 早先就过来 在珠红色大船上 负责监测大渊的四郊弟子 文言也都点头 主张出手 先清理阴灵 嗯 最为关键的是 倒影呼吸法 居然意外出现 这是震撼阳间的大事件 属于超出预料的惊喜 在那个名为楚风的阴灵身上 在场的人一致要求 请黄神师推演楚风在何方 立刻将他找出来 宇宙深处 楚风觉得很疲倦 不是身体的劳累 而是心有倦意 秦洛英的死 让他心灰意冷 至今还未想到如何救活 他去看望父母 又去看楚无痕 然后再次上路 我们分开吧 我想安静一下 楚风对大黑牛 黄牛等人说道 你是怕有危险连累我们 少女夕斜嫖他 非常敏锐 是 我心中没底 为了安全考虑 我们分开吧 躲避在不同的心域中 阳间多半还有人会过来 楚风道 最起码 他杀阳间人时 这些兄弟没有在场 他不想将他们牵连进来 你说什么话 我们怎能退缩 大黑牛拍桌子 楚风摇头 这种事 就是他们想帮忙也帮不上 如果阳间再有人出现 那肯定会兴师动众 有绝大的把握 诡异物质已经暴露出来 对方肯定会有所防备 下一次 他不知道用什么去对抗 任一群人争执 楚风也没有同意 果断离开 独自上路 楚风 我想和你谈一谈 出乎意料 硬无敌用光脑联系楚风 这一次不是黑着脸 而是红着脸 表情非常不自然 他硬着头皮开口 道 我妹妹一直吵嚷要救你 但被族中三位圣人软禁起来 我姐姐硬折仙闭关很长时间了 她不知道这次的事 亚仙族炮杀过去 楚风平静地问道 一日间 他灭西灵 图天神 除失族 自然引发巨阵 亚仙族的三位圣人吓坏 到现在还脸色苍白如雪 是 硬无敌轻叹 虽然以前总是对楚风黑着脸 但他也看不惯族中那三个老家伙的作派 你跟亚仙族圣殿中 那三个老怪物说一声 我想看一眼亚仙族的呼吸法 楚风平和地说道 硬无敌扭头离开光脑 这是没法谈 不过他想了想 还是如实去告诉族中那三位圣者了 他觉得 这三位应该会拒绝吧 楚风找了一颗宁静的小行星 降落下来 看了看秦洛英 他很伤感 最后以魂中震住 他那暗淡将死的魂光 收进石河中 然后 他又一次开始研究石河 他觉得 这东西蕴含着非凡的秘密 后续研究透彻后 或许就能用他庇护住秦洛英 穿行过光明死成的石墨盘 去找轮回路尽头的泥胎 石河的一面略有晶莹 那里是无尽的山川地势图 复杂而难测 都是场域领域中最可怕的终极地势 以前石河很粗糙 只有暗淡的纹落 但是上一次炼狱之行后 他发生些许变化 当楚风向石河注入能量时 其中一面可以短时间保持些许光泽 宇宙边缘 正在占卜的老黄鼠狼 突然间扑的一声 喷出淡金色的血液 而且是接连可血 前辈你怎么了 周围的人大惊失色 因为看到他的眼睛都在淌血 情况相当的严重 不就是推演一个阴灵的下落吗 何至于此 滋滋 老黄鼠狼居然发出这种叫声 第0926章 又一步就急呼吸法 老黄鼠狼像是退化了 不再讲人语 而是在滋滋叫 发出兽类的野性叫声 旁边的人都吓坏了 这个神识地位很高 来阴间还要仰仗他的推演之力呢 怎么发生这种状况 老黄鼠狼眼睛都很红 耳朵也在淌血 样子有点吓人 身体越发的勾搂 都坐不住了 这是要被打回原形 前辈 一群人急了 非常焦躁 老天狗快速出手 向黄神尸体内 诸如旺盛的生命能量 帮他应对厄运 这要是彻底兽化 占卜领域的一位神尸 归回为野兽 那损失不可估量 子子 黄神尸叫着 野性气息十足 略显光秃秃 只有少许瘦毛的尾巴 甩来甩去 身体都在抽搐 好长时间后 他再次吐出一口血 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并尝出口一口气 前辈你没事吧 那白衣青年关切地问道 老天狗 黑乌鸦 现在虽然依旧老迈 但都如出窍的天刀 依旧向黄神尸体内注入了大量生机能量 好厉害 差点着到 老黄鼠狼心有余悸 他说自己大意了 利用占卜领域 某一容易出现问题的秘法推演 结果竟引来这样的反噬 就在那一瞬间 他万念俱灰 居然险些就被打回原形 一个小小的英灵而已 按理来说 根本不可能这样 不过 黄神尸没有什么恼怒 反而有些兴奋 黯淡的双目渐渐亮了起来 这意味着什么 他很清楚 那个英灵身上有非凡之物 其他人听闻都露出金融 这可是占卜领域的神尸 不去讨论进化 单以推演论 那可真是高深莫测 有什么非凡之物 能让这种人吃大亏 险些被打回原形 一时间在场的人 眼睛都熠熠生辉 幸好这里是阴间 还无法和阳间的一余之地相比 秩序残缺不全 不然的话 我还真不敢推演 黄神尸赶来这片宇宙 就是因为法则有缺陷 疆域不够广貌 所以他才敢在 这个池塘宇宙占卜 若是在阳间 他没有任何办法 强行推演这种 究极器物的天机 估计会死得很惨 他换了一种推演之法 摆弄几片硅甲 然后再次开始占卜 这次的方式较为稳妥 然而 接下来他又开始大口咳血 并且是蹊跷流血 再次滋滋叫了起来 且眼神略微涣散 神尸 旁边的人又惊又惧 这是怎么了 他不是说无妨吗 怎么又遇险 这要是被打回原形 估计只能请天尊子四 出手相救 没事 这是应有的反噬 还不足以致命 老黄鼠狼甩了甩头 恢复过来 怎样 站在传闲的老乌鸦 羽毛没有多少根 眼睛围星红色 小声而谨慎地问道 大致姑娘出在 哪个心域 但是无法确定准确坐标 黄神尸答道 但是却一点也不气馁 反而很高兴 早先单纯去推演那两件器物 他想被反噬 都不行 因为根本就没有一点头绪 找不到所在的方位 现在 居然因为一个阴灵 这真正开始接近 我们很幸运 我推测那件器物还没有复苏 还没有真正属于那个阴灵 不然的话 我真的无能为力 众人凛然 没有复苏 就能庇护一个人的天际 而且是在阴间 这残缺不堪的小雨 骤空间中 若是到了阳间 哪怕没有复苏 黄神尸也无能为力 尽早找到它 避免出现意外 老天狗刀露出冷冽契机 要亲自动身 身为太武天尊一脉的进化者 对阴灵最为仇视 宇宙深处 楚风手持十何研究 它总共有六个面 此时其中一面上的 少许精英暗淡下去 再次粗糙 它便收了起来 因为 这时亚仙族再次联系它 让它深感意外 该族的三位远古圣人 居然答应 可以给它观月呼吸法 这是什么兆头 它相当地怀疑 对方居然答应了 想伏击它吗 楚风无惧 一手持青皮葫芦 一手持子金竹 直接就上路赶过去了 它倒要看一看 亚仙族是否吃了雄星豹子胆 它倒是没有自大 并为踏足飞仙星 而是让该族人 进入星空中 亚仙族的圣者老玉出现 看到楚风全副武装 一张老脸顿时就绿了 这是在诃骗他们吗 其实要打杀他们三人 另外 两个头发细疏的老头子 也都身体绷紧 从头梁到脚 他们也认为 楚风要对他们下死守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老玉脸色难看 你们真带来了呼吸法 楚风诧异 他忽然觉得 这三人不像设下 杀局伏击他的样子 可是 这三个老家伙 也太软骨头了吧 被他威胁一通 便真的就犯了 这让楚大魔头相当无语 原以为这三个远古圣人 多有气节呢 没有想到这么怂 直接低头服软 愿意献上前三甲的呼吸法 楚风心中火热 因为据他所知 亚仙族在阳间 都是排名前十的族群 这种经文太逆天 哪怕在阴间流传的 不过是残缺法 最高只能修到映照诛天 甚至还会有一些瑕疵 有少许失误处 但也足够了 称得上世间瑰宝级传承 楚风眼神绿油油 那可真是放绿光 可是 看在亚仙族三位老者眼中 那相当的可怕与危险 这魔头是要变卦吗 即将血洗他们 三人悚然 心中忐忑 嗯 拿来吧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楚风道 老玉一阵犹豫 但最后 还是递过去一个玉石匣子 在当中有一张 非常古老时代的兽皮 计数该族的呼吸经文 真带来了 楚风一看就知道 这应该是真的 兽皮太古老 而且 上面所计数的呼吸法 极其玄奥 粗略扫了几眼 就让它入迷 三位胜着心中富匪 你特么地连灭天神 西灵 失足 谁不害怕 将三颗星球都打没了 敢不送来吗 若非三族被灭 他们不可能这么痛快 非常担心 楚风将亚仙族 也给打杀干净 楚风斜着眼睛看他们 很想说 你们三个老家伙 以己夺人 我是那样的人吗 三位圣者看着他 心底深处却在说 这个魔头心狠手辣 绝对是那样的人 怎么还有一张兽皮 楚风问道 在匣子底部还有一张 也很陈旧 这是改进的呼吸法 更适合在阴间宇宙修行 老玉如实答道 好 楚风心头大喜 这样说来 第一份算是从阳间 带过来的一部分原版 如果不是担心 硬小小对楚风太亲近 什么都说 估计他以前泄露过这些 三位圣者打死 也不会考虑这么周到 你得遵守诺言 在阴间宇宙 不能再传给其他人 老玉强调 放心 楚风点头 一脸严肃之色 道 法不传六耳 他迅速 将两张兽皮骨卷上 密密麻麻的文字记住 又还给了他们 然后转身就走 现在 他不想在一个地方久留 就这么完事了 三位圣者 原本心中坠坠 怕他翻脸不认账 直接打杀他们 几倍上早已冷汗流淌 现在却发现 一切这么的简单 三人面面相去 感觉这次耸得太果断 太彻底了 从方才对方的表现来看 分明还能谈判 噗 三人吐血 垂胸顿时 脸色煞白 这个魔头冻合他们 框走了阵胶经纹 好心痛 楚风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难得的在这种压抑的大环境下 心中美滋滋 这真是意外之喜 他没有想到 居然真得到一桩无上呼吸法 在抑郁时 他的得到了佛族的部分呼吸法 不久前 他干掉一群阳间人 将他们收集上来的酒药 不死等十几不呼吸法都寻到 全部记在心中 楚风心头有股冲动 这是要给他一个重新进化的机会 他绝对要走最强路 不留下一点遗憾 修正野路子 手中掌握这么多顶级呼吸法 再加上抑郁那头老狐狸的最强笔记 楚风只是想一想就激动 有些亢奋 在阳间 没人敢打亚仙族 佛族呼吸法的注意 可是楚风现在都有了 胜过阳间一些不朽的道统 此外他还有倒影呼吸法 开启虫洞后 楚风换了一片心域 没回原来那颗小行星 宇宙边缘 黄神师想再占卜一番 争取能确定更进一步的范围 结果他吐血发现 楚风不在原地了 他脸色顿时发绿 这又要重新推演一遍 每次认真推算都要吐血 他有多少精血克一克 万一真的被打回原形 那乐子就大了 咦 我这次无恙 大体而模糊地测算出 他在这片心域 黄神师用爪子指向提前准备好的水晶体 在上面呈现一片星空 这一次他推演时 楚风并没有催动时和 他重归粗糙 其中一面不再略微精盈 因此老黄鼠狼没有被反噬 黄神师略微私存 猜测出什么情况 顿时更加有底气 这是他自负的占卜领域 换成其他人 根本不可能推演到那个英灵 会被蒙蔽天机 在场的人了解这一情况后 也都放心了 露出笑容 只要黄神师推演时不用 总是耗去血精 那一切都好说 他们相信 楚风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 喊他过来吧 身穿白袍的年轻男子微笑 这样开口建议 至于老天狗 以及站在船舷上的黑乌鸦 也都从容镇定多了 没有打算亲自去寻找 突兀的 黑血平台上出现一则消息 引发各族心惊 杨间人出现 利用这个宇宙的平台发布消息 一个白袍年轻男子很俊朗 温和地开口 邀请楚风去阴间宇宙边缘喝茶 产自杨间 原始天尊闭关地外的玉石山峰上的神茶 口感极佳 可遇不可求 他边说边泡茶 动作美观 如行云流水 举止非常优雅 同时 他说出一个心欲 点出楚风所在地 说那里太冷清 可以来宇宙边缘相聚 一起畅聊 随后一个轻衣男子出现 自称太武天族的后辈弟子 也在笑 十分的灿烂 也平和地邀请楚风过去 星空中寂静 所有人都意识到 杨间人这是有恃无恐 极有可能发现楚风的坐标地 这是在逼他自己过去请罪 来吧 我热忱相请 楚风 我想 你不会给脸标脸吧 轻衣男子带着淡笑 留下这么一句话 第0927章 你带来了 这种话语一出 那就是 有些不掩饰了 说什么请 分明是恫吓 警告 郑重威胁楚风 紧早过去 星空中死一般的宁静 各族的净化者皆胆寒 杨间的人太厉害 连楚风所在心欲都能洞彻 谁不害怕 这要是敢乱语 肯定要被揪出来 难有什么好下场 真不自觉啊 我请你过来 你还不来 轻衣男子淡淡地开口 放下茶杯 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 错过现在 最后恐怕需要你 自己爬过来 轻衣年轻男子侧身看着 姿态很高 他的眼角眉梢 带着急需冷意 道 真是给脸不要脸 宇宙中 平静被打破 很多人热议 同时 人们也注意到 也有不少进化者 在保持沉默 怕惹火烧身 请一小思 这是楚风的回应 同时 他在皱眉 对方居然真的点出 他所在的心域 手段通天 竟然这么邪乎吗 他不信邪 暗自思量 不再联系通天虫洞公司 而是直接飞入一颗星球 借这里的传送场域 离开这片星海 此时 阴间宇宙边缘 一群人都在微笑 有黄神师在 他们不怕敌人逃掉 上天入地都能寻觅出来 一群人喝茶 都很淡然 此时 他们觉得 有必要降服这片宇宙的 诸多道统 发动他们一起 帮羊间寻找传说中的 那两件器物 呱 站在传闲的老乌鸦开口 而且是对着整片 阴间宇宙 道 嗯 老夫也在这里邀请 这片宇宙映照 极以上的净化者 可以来此喝茶 有一个算一个 有赶来的吗 哼 这只黑色的不祥凶情 奇因衰老 同时很刺耳与难听 在黑血平台上回响 震慑人心 一些人脸色变了 这只老乌鸦 强的一批人当真是自负 老乌鸦带着淡淡的笑意 又道 来吧 喝杯茶 嗯 没有人敢来吗 当然 你们也可以理解为 我在喊应召集休士跪过来 这只老乌鸦说到最后 太赤裸裸了 这是叫板全星海 藐视阴间宇宙 不将这片天地中的 应召集净化者看在眼中 各族不少人都怒了 但是 最后又是一探 应召朱天集的净化者 目前都消失了 没能安然返回 老天狗开口 道 嗯 阴间宇宙的净化者 需要高上一个大境界 才有资格同阳间修士交手 他语气平淡 但是 同样在蔑视阴间宇宙所有净化者 这简直是立下擂台 他们几人窥然不动 等在阴间宇宙边缘 等于再放言 让所有不服者去挑战 老夫等坐在此地饮茶 欢迎所有具备勇气的净化者 来印证 坐而论道 哼哼 老天狗那种笑 带着自负 还有巨傲 枪枪枪 说话间 老天狗爪子一台 飞出一箭又箭残兵 有的为断裂的长矛 有的为半截断剑 有的为碎掉的骨顶 还有的为大中残片 都带着血 落在大船四周 沉沉浮浮 有种压抑的气息 宇宙大震动 因为 有人认出 这是一些映照诸天级强者的兵器 属于这片宇宙 都被打断了 他们的主人的结局可想而知 老天狗扔出这些兵器后 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但是却等于再善各族净化者的脸 震慑整片星空 这是赤裸裸的蔑视 我这里也有一些 老乌鸦开口 张嘴间 吐出一些折断的兵器 都带着血 属于硬召集 他补充道 我在这里 等那个叫楚风的年轻人上门 也在等你们中的最强者 有人敢来吗 此刻 许多人的心绪起伏剧烈 阳间人太跋扈 这是在挑衅 压制整片阴间后 他们还在那里藐视 许多大族的 净化者心都在低血 认出族中的镇教兵器 鼓祖必然死了 还被人这样展示 妈的 一头狗 一只乌鸦 就压制了我们阴间宇宙 太憋屈了 老子要是硬召集的 飞去宰了他们不可 有人怒吼 这也是许多人的心声 然而 天地间 没有这个极数的高手出世 一时间 星空各地 所有净化者 都有种挫败感 感觉很沮丧 阳间就这么厉害 不可战胜 随便过来几人 就可以养武养威 老天狗的笑声传出 实在有些刺耳 许多人愤懑 心中怒焰焚烧 偌大的阴间 居然被人这么轻蔑 没有一个可战之人 唉 一声叹息 在非常偏远的一片星空中 一颗普通的生命星球上响起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子 一个老者正在村头摸柴刀 他看向正在拉摸的一头瘸腿老马 道 老伙计 你还能跑吗 瘸腿老马口吐人言 不达反问 非常苍老 道 远古时代 你结甲归田 现在走出去 还提得动刀吗 应该还能砍掉几颗出生头吧 虽然我自己 多半也没什么好下场 老者答道 继续磨他 那把袖迹斑斑的柴刀 此时 阴间宇宙边缘 黄神师很平和 取出几张兽皮卷正在研究 自语道 这些都是阳间曾经的悬赏与通缉令 既然来到阴间宇宙 就让我仔细看一看 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 旁边 几名年轻人 看到兽皮卷上的记载后 一个个都凛然 有些是不朽的 皇朝发布的通缉令 而有的记载 则跟天尊有关 当年 彼岸王曾逃进阴间 虽被诛杀 但疑似有后裔留下 嗯 值得探索 一会儿我来推演一番 如果真有后裔留下 他避不开我的推演术 老黄鼠狼自语 露出笑意 这则天价悬赏 值得出手 老黄鼠狼接着翻阅兽皮古卷 露出亚瑟 道 疑 这里还有一条不是悬赏 只是一则传闻 杨间做官在落地坡的那位 进入阴间 他倒吸一口冷气 这涉及到了某位大人物的手笔 他果断接过这篇 没去深入研究 然后 黄神师开始占卜 新年彼岸王的一切 他知道什么该碰 什么不该碰 嗯 有意思 彼岸王的确死了 但是 他有血脉留下 还在这片宇宙中 让我来看一看 他在哪里 老黄鼠狼一阵推演 露出喜色 道 我知道他在哪片星海 他回头看向老天狗与黑乌鸦 请他们相助 帮他拿下这笔悬赏 人虽不多 但也不是这么几个 硬罩级还是有一些的 老天狗对他很和善 姿态非常低 有求必应 他一挥大找子 在那混沌中 缓缓驶来四艘大船 每一艘船上 都只是盘坐着三人 不多 可是 他们都是硬罩级的 这些人中 有的赤裸上半截 古铜色皮肤 盘坐在那里 膝盖上横着血量的长刀 有的则在吐纳 混沌器在口鼻间进出 还有的闭目养神 四艘船 每艘上盘坐三人 都是映照极净化者 来自杨坚 很好 立刻开赴 黄神师开口 告知他们坐标位 然而 就在这时 扑的一声 一道蓝阴阴的藤蔓飞来 贯穿虚空 朝着老黄鼠狼的眉心刺去 太突然了 就是老天狗与黑乌鸦 这两大高手 都没有提前警觉 而黄神师更是震惊 他可以屈及避凶 结果居然被人接近到身前 对他冷酷下杀手 他竭尽所能地躲避 且身上有符纸焚烧起来 帮他逃过死劫 扑吃一声 蓝阴阴的藤蔓刺透 剔死符纸 但是依旧贯穿 老黄鼠狼的肩头 让他的右前肢迅速军裂 而后炸开 血液四溅 这险些撕裂 开他整具躯体 啊 老黄鼠狼简直不敢相信 他被人中创 险些阴结 居然没有提前测算到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老天狗 黑乌鸦反应过来 全都怒吼 血气滔天 向前扑杀过去 他们出手了 他们惊怒 同时很害怕 两人负责保护黄神师 结果差点眼睁睁地 看着他被刺杀 若是这位神师死去 他们都要陪葬 这片地带 漫天都是蓝色的花瓣 一株又一株比昂花出现 花雨洒落 绚烂而梦幻 是你 老黄鼠狼顿时知道是谁来了 不久前还在推演 结果他这么快杀到现场 没错 你带来了 比昂花避开老天狗与黑乌鸦 到处都是他的蓝色分身 干扰此地所有人 蓝光映照诸天 他的针身轰的一声 缠绕上一艘大船 这艘船上 有三名映照诸天级强者 刚从混沌中驶出来 但是 蓝色比昂花依然无惧 根须与金叶等都发光 秩序神殿密布 将整艘船所困 好 被困在船上的三位映照级高手怒吼 但是 在扑扑声中 他们的护体光芒被冻穿 有神殿贯穿他们全身 你们杀了我父亲 此仇还未报 你们又来杀我 真当我可欺啊 比昂花怒吼 噗 一位映照级的人头滚落 被他的根筋割裂 神魂翼被斩灭 这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间完成 比昂花突兀杀来 彻底发狂 噗 另一位映照级净化者 被馋裹在当中 身体迅速干扁 被诸多根须与秩序神殿洞穿 眨眼间被绞碎 与此同时 宇宙某一偏僻之地的生命星球上 那个磨好柴刀的老人 穿上破烂的甲皱 骑上那匹瘸腿老马 开始上路 我虽老了 但还提得起柴刀 总有人要出头不是 杀 第0928章 斩羊尖狗头 一头老马瘸了一条腿 但是动作飞快 穿梭星空中 急速赶向宇宙边缘 而且 他的状态在飞快发生改变 一身暗淡没有光泽的杂毛全部脱落 露出精壮的身体 连形态都变了 这不是一匹马 而是一头魁 他壮如牛 苍身而无角 此时发出吼声 雷霆喷涌 划破黑暗的宇宙 变得赤裂刺目无比 这是一头凶兽 威震古代 举世罕见 而且 正常的魁牛只有一条腿 而这一头进化出三条 就是第四条腿 都也都长出一截 异象非凡 四足若成 他便是神兽 而且属于自己进化成功的初代神兽 同时间 在魁牛身上 那个背着柴刀的老人 也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体貌魁梧起来 成为一个大汗 他长相粗犷 有些丑 但是却难掩那种冲天的神武器盖 背后锈迹斑斑的柴刀光滑暴涨 铁锈全部脱落 化成一口血量的长刀 咪 陀佛 佛族正在关注宇宙边缘的一位远古圣者 心中震撼 一脸活见鬼的样子 这是当年的那个人 居然还活着 天刀 他居然没有作画 骑着他的魁牛 再一次出事 道族的一个远古圣人也震惊 话语都略微带颤音 在他们这种远古圣人刚成名的年代 在那辉煌的远古时期 这位被尊为天刀的吴新坤 已经映照诸天漫长岁月 极尽绚烂 留下太多的辉煌 威震还宇 那时 天刀吴新坤寿源无多 即将作画 最后骑着陪伴他一生的魁牛 独自上路 去找埋谷地 一个人哼唱着自己的藏歌 相当地超脱 谁能想到 时隔这么多年 他居然又出现 还没有死 依旧活在个世间 再次被刀出事 天刀斩情 他一辈子孤苦无依 青梅竹马的恋人 意外死在他自己的天刀下 他一生都未娶 连当初星空中 前十大力人中 有人钟情于他 都被婉拒 一生容情于刀中 关于他当年 有太多的话题 有太多的传说 就是这个人 原本该死去了 寿源早已静 居然又出现 人们才激动 那一人一起就消失了 天刀吴新坤太恐怖 手中雪亮的长刀 猛然一斩 劈开宇宙 这位容貌 有些丑得威猛大汉 直接劈开宇宙 马踏虚空 从原地纵天而去 赶赴宇宙边缘 混沌外 大战非常激烈 就这么一瞬间 阳间宇宙过来的一艘大船 被救彼岸花覆盖 他击杀两人 这可是应召集的进化者 在阴间最高成就者 也不过如此 可是现在 一人失手分离 一人被秩序神恋 全面刺穿 彻底死亡 啊 彼岸花一声大吼 轰的一声 植物躯体覆盖整艘大船 使之彻底解体 这艘船上最后一位 应召集的强者 也被他的根须勒住脖子 被他的芝麻洞穿肉身 迅速干扁 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别人想救援都来不及 老天狗一声怒斥 犬废生震散附近的混沌 让虚空更是崩开出 无数的黑色的裂缝 他血气滔天 此际 他虽然老迈 但是散发出的旺盛生机 比许多壮年强者还可怕 附近 血海澎湃 都是他的身体溢散出来的 淹没阴间宇宙边缘 他的身体变得很可怖 张开血盆大口 看着不过几丈长 但是却将附近的行星 都生生吞进嘴里 法香吞噬星球 他不仅对比岸花 露出猙獰而雪白的獠牙 向前吞去 而且挥动出一只寒光闪闪 无比可怕 与风锐的大爪子 向前拍击 虚空炸链 别说比岸花进前 就是他身后远处的一些星体 被这股可怕的能量冲击的爆碎 一颗接着一颗解体 附近比岸花各种化身 都寸寸断裂 化成粉末 他的真身自然被发现 老天狗所定了他 比岸花想避开他的锋芒 深知这只老天狗的恐怖 但是 那只大爪子太圣人 覆盖苍羽 已经将他笼罩 自成一方小乾坤 空间秩序交织 铿锵作响 是 就在这时 虚空裂开 一道耀眼的寒光出现 一道刀芒 仿佛划破了宇宙的永恒 照亮人间 伴着血光闪现 老天狗发出一声闷哼 神区颤抖 一只大爪子 被天刀生生斩断 血液似溅在星空中 这一刀太霸道 无坚不摧 强大如老天狗 号称半神 积累无数岁月 道横高的吓死人 曾很轻松地 涂掉一些硬照及强者 可是现在 却被人一刀劈掉又前肢 这让他大恨 同时一阵慌乱 他感觉剧痛无比 鲜血不断喷涌 好 他一声大吼 震动这片宇宙 血盆大口张开 想将天刀无心坤吞进去 天狗吞月是民间传说 真正的该族强者 是能够吞星空的 咔嚓 这时 无心坤坐下的 威猛奎牛周身皮毛血量 发出刺目的电光 尤其是 他有三条腿 在加持起雷霆威势 轰的一声 奎牛张嘴 喷出的雷霆 带着丝丝阴晕鲜雾 轰进那血盆大口中 噗 老天狗惨叫 后脖梗都被击穿了 从嘴里冲进去的闪电太强大 将他的血盆大口打得焦黑 血液四溅 还将他贯穿 若非这个极数的强者 一滴血就可以复生 他这次绝对危险了 不过 他也因此而陷入被动 天刀无心坤 手中血量的长刀太快 再现当年 他纵横宇宙无敌的刀势 噗 老天狗的左肩甲骨那里 被划开一道血痕 深可见骨 吃 刀光激荡 有几刀在老天狗的胸膛部位 留下可怖的痕迹 血流如注 找死啊 我是杨坚映照极天的进化者 号称半神 一个英灵也敢对我逞凶 老天狗怒急 他曾说过 这片宇宙的修饰 必须得高上一个大境界 才能跟杨坚的生灵争锋 结果现在有人无视这一法则 就这么提刀狂劈他 老天狗气势变了 身体变得不过正常人那么长 他直立着身子 周身灰黑色的皮毛 发出淡金光泽 而后气息暴涨 被金光淹没 杀 他徒手跟天刀碰撞 当然没有敢碰刀锋 不断击打刀体侧面 火星似箭 声音刺耳 极其害人 在他的淡金色的爪子 与天刀间 密密麻麻都是秩序闻落 都是规则符号 激烈碰撞 星空都在军裂 两人怒战 巅峰对决 周围的杨坚人都惊呆了 老天狗在阴间宇宙 居然遇到敌手 在他们的心中 理应碾压 横扫一切敌人才对 至于星海各地 各族人马更是发呆 天刀无星鲲再现 让各族都震惊 想不到不仅没有作画 还这么强大 挡住了杨坚的大高手 还有比安花也再次出事 横杀杨坚硬召集高手 简直让星空中沸腾 呱 黑乌鸦眼睛赤红 如同宝石 射出赤匣 他瞬间俯冲了过去 要跟老天狗一起合击 天刀无星鲲 咔嚓 数十上百道粗大的闪电 从魁牛的身上发出 全部轰向黑乌鸦那里 同一时间 比安花也在动 漫天都是晶莹的花瓣 蓝色藤蔓密布 其中几条化成神毛 蓝莹莹 飞射向半空中的乌鸦 哄 剧烈的碰撞 老乌鸦满身黑色羽毛齐张 喷勃出浓烈的乌光 剿灭闪电 并且震开藤蔓 比安花生长在阴间宇宙 制约了你的上限 也敢跟我动手 老乌鸦乌光暴涨 向着比安花喷出成片黑色的火焰 然后又一次冲向天刀吴兴坤那里 傻鸟 你比安爷爷生长在阴间才最适合 拿你的鸟命来吧 比安花大喝 他周身蓝光冲销 鹰雾暴涨 将所有的黑色火焰都挡住 并且真身扑杀过去 比安花 你父亲是逃犯 你是囚徒之子 也要归案 那命来吧 这时 其他三艘大船上的九名映召及高手逼近 其中一人大喝 是一个中年男子 手持一口三尖两刃刀 直接扑杀过来 比安花心头一领 这是九名映召及强者中的头领 实力非常强大 不若与老天狗与黑乌鸦 且人在壮年 血气滔天 是一个人族高手 就这么杀过来 直接以刀锋 劈开宇宙虚空 比安花大吼 周身突然冒出蓝幽幽的光芒 那是一种火焰 跟它自身交融在一起 对于一株植物族进化者来说 很痛苦 但是它的确融合成功 周身气息暴涨 皮林鹰雀族有一个星球 尚有九幽禁地 取出部分九幽火种 盗族有人惊叹 他们的族群太古老 知道那处境地的秘密 比安花神威大掌 跟那应召及头领大战 生死搏杀 扑 突然 一条蓝色的藤蔓飞出 将远处四娇年轻弟子中的一人击杀 当场被冻穿眉心 而后整个人炸开 你 对一个小辈动手 算什么英雄好汉 杨坚人呵斥 比安花不为所动 道 我去你大爷的 我父亲是英雄好汉 结果被杨坚人给阴死了 我正常杀敌 你也好意思满嘴喷粪 来 来 来 你家比安大爷 最喜欢杀杨坚的崽子 包括你们这种老崽子 轰隆 大战激烈 魁牛嘶吼吞吐雷光 独自去迎战老乌鸦 吼声震耳欲聋 他身上有很多伤口 身可见骨 虽然很强 但毕竟受阴间等接索压 没有进入神境 被上杨坚的这只凶鸟处在下风 另一边 天刀吴星坤跟魁牛分开后 独自大战老天狗 已经到了白热化 杀 刀光如雪片 漫天席卷 茫茫光束照亮宇宙边缘 吴星坤太强大了 无愧天刀威名 老天狗很可怕 每次挥动大爪子 都是金色符号绽放 密密麻麻 他在催动法则 要震杀天刀吴星坤 在当当终生中 两人生死搏杀 能量澎湃 血气压盖这片宇宙 噗 到头来 天刀吴星坤 手中血亮的长刀一闪 扑的一声 将老天狗的脖子剖开 一颗淡金色的狗头飞了出去 血液长流 天刀吴星坤刀斩半神老天狗 狗身瓦解 在无尽刀器中被搅碎 化成血物 包括那魂光 然而 在愤怒的犬肺声中 老天狗再现出来 重组真身 他张开血盆大口 凶猛猙獰无比 道 我有替死符 挡住了这必杀一击 接下来 该你上路了 这个疾数的替死符 那最起码 也都得神级巅峰的进化者 才能炼制 显然阴间宇宙不会有 替死符 能救你一次 还能救你两次 三次吗 我再斩你狗头 吴星坤大吼 这个魁梧的大汉横刀向前 眼神也如同刀锋般犀利射人 狂霸无比 整个人都要化成一口 无尖不摧的刀锋 杀 一刹那 他猛然到挥刀 扑的一声 给了身后空中的黑乌鸦一击 使之淋雨凋零 血液洒落 魁牛刚才遇到劫难 险些被黑乌鸦撕裂 被吴星坤一刀解决危机 杀 天刀吴星坤再次挥刀 向着老天狗扑杀过去 想斩杀他第二回 卧槽你二大爷的 真疼啊 新一代彼岸往我怒了 彼岸花大叫 他一截根须少了一小段 被对面那个头领用 三尖两刃刀劈断 噗 彼岸花不顾一切冲向旁边 将一位印照级高手覆盖 彻底包裹 而后怒吼着 汲取此人浑身能量 后方那个头领追杀 彼岸花则不断改变方位 在此过程中 被包裹的印照级强者 也愤怒挣扎 法则符文无数 全部轰出来 导致彼岸花许多叶片 与较小的芝蔓断裂 漫天凋零 但是噗的一声 最终这个人被彼岸花给灭了 并被吸干生命能量 你家王爷第四杀了 已经不赔本 生命本源得到补充 再来 他大吼着 根须生长 向前杀去 另一边 天刀无心坤魁梧的身躯也在斩动 刀光如扑如汪洋般向前汹涌 雪亮射人 道 再斩你一次狗头